好,其實考慮了這個專案的選擇 這個 Corporation 是公司 那基本上這個公司現在考慮 要進行五項藥品的研發 第一項是所謂的這個專案是 Up 作者是作者取的 發展一個比較有效的 Depression 這個字是叫 抗憂抑 抗憂抑 這個字形容前面抗憂抑的藥 不會造成所謂的嚴重的情緒的起伏 基本上因為這個是 基本的解就是它是腦袋缺乏一種物質叫血清素 因為缺乏這個物質導致你的心情常會起伏 不安之類的 嚴重會有自殺的傾向 這個需要看所謂的心理醫師 然後需要藥物的治療 這是第一個藥 第二個是所謂的穩定 就是所謂的處理所謂的這個躁鬱症 那這個藥呢 這個藥來形容這個藥 什麼藥呢 來處理這個躁鬱症 那躁鬱症其實跟抗憂鬱症呢 它其實蠻類似的 那只不過它會有躁的這個階段 我們看一下 那躁鬱症呢叫做所謂的雙向障害 這是Wiki的 那是僅供參考 不能作為醫療的意見 就特別知道 你要來諮詢專業的醫護文言 這只是網路的資訊讓你了解 那剛好專門的書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躁鬱症 經常的反覆的出現 那其實一般人也會有啦 那只是說這個 一般人出現的次數跟時間 會比較少 那它的平均 如果你的時間強度 都比一分大的話 你基本上呢 就是要去 這個尋求專業的幫助 了解一下 那第三個呢叫選擇 所以這基本上 坐著這樣子取 是要配合這個所謂的這個藥名 它這樣子 就坐著這樣子取的 好 比較不侵入性的女性的這個 避孕法 其實有些宗教 他們是不贊成避孕的 那 那當然如果不是因為宗教因素 你可以選擇 這個比較不侵入性的 避孕藥啊之類的 避孕完啊 好 第四個計畫呢叫做希望 HOPE 它是發展一個疫苗 來預防所謂的 艾滋病的病毒的感染 HIV 那艾滋病呢 是一個這個 嚴重的這個疾病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會經過這個 基本上是經過人的體液啊 還有這個 基本上是體液的這個傳染啊 完全的性行為 所以你看 學校現在很多那個廁所 然後我都跟你宣導這個事情 就是要注意這個 這個艾滋病 第五個呢就是降血壓 好 因為這個 就所謂的這個 它叫release 釋放 那血壓高的問題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血壓比較高 因為你們 各位知道這個 你的這個血管是固定 如果 如果 如果失去彈性的時候 你血壓一高一沖 就好像你焦花一樣 一沖下去的話 你的血管就會裂開 中風 如果在腦袋就腦中風 這樣 有的 有的是心臟 就是有的會梗塞 或是 那基本上呢 就會有一些問題就對了 所以基本上呢 是降血壓的藥 這些很多都是文明病 另外一個當然是因為 醫藥的發展 以及人類對這個 人體的了解增加了 所以很多以前的這個 沒有辦法治療的 現在有辦法來這個 慢慢來克服這些 那其實得這些病的人 其實蠻多的 所以還是一樣 這個身體健康很重要 但是身體健康卻不考試 所以很多人生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不考的 健康是屬於其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 人要活得快樂 有希望 基本上身體要健康 好 那接下來 這個公司要做的事情 是要投資 可供使用 可供使用 資金呢 Billion是十的九十方 所以這個 這個是多少呢 是十二億美金 三百六十億 所以這個 這個藥的這個 投資新藥呢 是非常非常花錢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樣子 第一個 他必須聘請 非常多高學歷的人 碩博士基本上 然後去做很多 生物化學的研究 研究呢 哪一些物質 對人體的某一個反應 是有改善的效果 所以他的變異這麼多 你要去做 如何做實驗 所以你需要背景知識 那你可能需要分析大量的資料 所以你可能需要 資工的人 在做Data mining 資料看看 這一個區塊 也是很多人在做 因為這是可以 這個拯救生命的 那做完食藥呢 做完這個藥了之後呢 首先要做動物實驗 因為做老鼠 為什麼 因為老鼠跟人的基因很接近 我記得沒錯 是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是做白老鼠實驗 那實驗完了之後呢 你當然要比較主控制主 那做完實驗之後呢 發現某一種藥 對某一種疾病 它是有治療效果 那接下來呢 還要經過漫長的FDA 如果在美國是FDA 那在台灣是食品藥物管理局 那基本上呢 要經過漫長的這個審查 確認呢 對人體呢 是無害的 或是人就是他的什麼 有副作用 其實很多藥都是有副作用 你現在如果看醫生 好的藥局 都會跟你講 感冒吃什麼藥 然後它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所以西藥呢 這基本上呢 它研究了非常的這個 做了很多的研究 研究 如果你吃這個 對這個 解決這個A問題 它就出現小小的 有可能出現B 小小的一個問題 那有時候 有比較激烈的反應 打疫苗 甚至會因為有 百萬分之一 或千萬分之一 會死亡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是比較少 那做完這個實驗之後呢 可能要做人體實驗 這怎麼做人體實驗呢 譬如說 以前我們 我唸出那個學校 一定有成這個 藥學系 我記得沒說是排名全 全美定義零 然後 就常常可以在學校的那個 學生的那個 學生的那個 聚會的場所上 看到很多這個牆壁 都有的廣告 藥學系的 教授就說 我要這個 要找大學生拔智齒 然後呢 這個要服藥 然後呢 你如果自願 拔智齒不用錢 因為美國醫療會非常貴 拔智齒不用錢 如果你有缺錢 你去拔智齒 免費 還有還給你錢 有學生就會有 這個動機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給你吃止痛藥 那止痛藥可能是 有的是吃維他命 有的是真的藥 說一個控制組一個比較組 然後研究說 這個止痛藥真的是有效嗎 難道人家做一些固定的樣本 樣本又不能太少 所以要需要統計學 那你怎麼做這個分析 所以從這個描述 你就知道 為什麼他這個投資額要這麼大 因為他這個步驟 是非常非常環顧的 可能我中間 講的是大步驟 小步驟裡面可能很多的步驟 你做了之後 可能不一定會成功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新藥的研發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最近爆發的這個伊波拉 他的病毒呢 產生就比較慢 因為這個病呢 基本上呢 這是大藥廠 大部分都是有錢的國家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比如說在非洲發生的 他這個市場 如果不是那麼大的話 讓他投資 那就比較困難 所以基本上 這時候可能需要 這個 需要這個國際的組織 然後去 這個投入經費 來研究這個東西 因為他的伊波拉病毒會擴散 前一陣子你看到 日本好像研發出這個疫苗的樣子 詳細情形可以 各位同學上網追蹤一下 關心一下這個世界 所以呢 一樣 你要做這個 做研究分析的時候呢 你需要資料 所以假設第一個計畫呢 是這個百萬千萬億 需要一百二十一台幣 假設這個台幣跟美金的兌換比率呢 是一比三十 所以需要一百二十一研發 R&D就是研發 R&D就是研發 第二個呢 這個穩定 這個三億美金 Choice六萬 Hope五億 Release呢 這個兩億美金 成功的機率 這個是一個五億估 預估 可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做的這個統計的分析 那這個預估當然是一個預估值 然後飲料還沒有做 你怎麼知道 所以基本上呢 這是預估呢 是根據過去的 類似的這個經驗 所以這個呢 還是需要做什麼 靈敏度分析 那我們這邊沒有講 也就是說呢 我們研究說 如果這個成功率改變的時候 對我們這個計畫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有的計畫你看 它的成功率呢 是比較低的 風險比較高 這是所謂的風險 投資的風險 那如果成功的話 它的revenue 它的營收是多少呢 它的營收呢 是這個 這個是minium 所以是billion 是百萬千萬 14億美金 所以呢 我們舉例 根據這三個資料 接下來我們算第四個 期望的利潤 是多少 所以呢 我們以第四個為例 來做計算 因為呢 這個呢 是我們成功之後 得到的minium 百萬美金的收入 但是成功的機會 只有20%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成功之後 可以得到的收入 收入呢 減掉你的500個 minium的成本 就是你的利潤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你的收入 減掉你的成本 就是你的利潤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呢 就得到多少 100 所以呢 舉例反三 其他的東西呢 同學呢 可以算一下 所以呢 一樣 我們要做的決策呢 是要不要同意 假設你是一個 這個 這個總經理好了 是總經理底下的 這個研究人員 你要決定 幫總經理做這個決定 所以第一個 你要同意 這個計畫 就是1 否則 就是2 那I呢 有現在五個計畫 所以現在幾個變數 五個變數 所以同樣道理 還是要舉例反三 對不對 我們現在五個計畫 有五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有十個計畫 就幾個變數 十個變數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們的目標呢 當然是最大的我們的利潤 對不對 站在公司角度來想 所以就是300x1 加上120x2 這個呢 就是300x1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我寫不下 因為它這個地方寫不出來 因為它這個是有個bug 有沒有 我跟各位同學解釋過了 這個兩個軟體 沒辦法吻合 這是一個層次的bug 好 所以這個70乘上x5 所以這就是你的期望 最大你的理論 這件之四呢 就是你的預算 budget 小或等於這個 這是1200個minion 因為minion是10的60萬 billion是10的948 然後xi呢 是你的binary 二進位01的資訊 所以我們看一下前面一張圖影片 這個呢 是你的花費 400個minion乘上x1 加上300個x2 加上600個x3 因此類推 所以這個呢 就是你 預算 好 所以也就是說呢 當你x1 要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你就是花了多少 400個minion 它如果不執行這個計畫 你花費呢就是0 好 接下來呢 我們demo一下 這個excel檔案 這個是你的資料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為什麼這麼做的原因 是因為你不要自己用手算 就是你的這個 營收的 然後存在它的機率 減掉你的成本 所以這個目的是跟你講說 excel就可以幫你做的 不要自己用手算 那容易出錯 所以基本上呢 excel可以幫你做 這個呢 就是你的什麼 利論 所以答案呢 我會跟你講 你做的計畫呢 是135 為什麼這麼選擇呢 因為呢 你的利論呢 會最大 就是300 加170 加70 等於540 而且呢 你的資金 你的預算的上限 會剛好滿足 應該滿足這個預算 你看 有沒有看到 4 6 2 加起來是12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不發展 這兩個計畫 好 我們呢 剛才講過呢 我們剛才決定呢 不發展這個 所謂的這個 躁鬱症 跟艾滋病的病毒 這個疫苗 所以後來決定 不發展這兩個 只發展這個抗憂鬱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抑鬱方法 以及呢 降血藥的藥 但是呢 這個藥物的發展 常常有時候會這個樣子 不能說常常有時候 至少 如果計畫二跟計畫四 一定要做 有很多原因 有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這個出資的這個人 因為他家裡 有人因為這樣子生病過世了 他很有錢 他想要畫小愛為大愛 旋律筆錢出來做研發 所以他指定 這個東西一定要做 好 那另外一種考量是 這個未來的潜在性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求至少 at least 要一個計畫必須做 所以就大或等於低 如果呢 他要求剛剛好有一個計畫等於做 這個地方變成多少 這個計畫是x2加x4等於1 如果至多 就是小或等於 所以基本上呢 我跟你講這個目的 就是說你要會舉130 好 只是把這個限制式給他加進來而已 然後重新做你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最佳化的方法 所以呢 我剛剛呢給他增加了一個 限制式 就是這兩個計畫 大或等於低 好 然後求他的解 規劃求解 增加一個限制式 那得到的你的解是多少 變了喔 變成做幾個計畫 124 那當然你的 你的這個總利潤就會降 降低啦 因為你的 你的這個所謂的可行節的區域呢 變小了 好 基本上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個計畫呢 最後決定做是124 滿足呢 這個限制式 也滿足這個限制式 各位同學可以不注意到喔 大或等於喔 好 如果你可以跑一下 如果等於的話 你看到的又不一樣 小或等於又不一樣 好 所以你可以這個 在課堂中練習一下 這個Exce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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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